歡迎收看生活進行事 帶您掌握生活新趨勢 大家好 我是王岳芳 節目的一開始 想先問問大家 害怕孤獨嗎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會是一個人呢 在過往的觀念當中 社會風氣非常重視 所謂的群居生活 但近年來這種觀念 逐漸在反轉當中 一個人可以做的事情 已經越來越多了 許多年輕人也傾向 不昏不生 享受獨立的自在感 進而造就新的經濟形態 根據最新的統計 全台單獨生活戶突破300萬 年增2.8%創下歷史新高 在高房價的年代 低總價的小宅 吸引不少單身族 2023年上半年 小宅交易熱門行政區 有超過半數 都是位於雙倍 而桃園中立區也上榜 交易件數都超過400件 其中新北的中和區 以及台北的中山區 分別奪下了第一 以及第二名 但其實不只單身族 會想要購買小宅 在房價高漲的情況下 預算有限 不少小資夫妻 也會買小宅來居住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客廳區 這個空間其實才大概三坪左右而已 所以我們的色調 尤其色號 我們都會選擇淺色的 包括天花板的部分 有做導園的造型 30歲的李拉分享自家裝潢 運用巧思將小宅空間最大化 小宅必備的單品呢 就是這個吊扇 那之所以會覺得很需要它呢 是因為我們家 你看客廳就這麼小 那如果要放一個立扇在這邊的話 其實位置就是減少很多 或許客廳 還有三坪大的主臥室 也是善用收納技巧 減少空間擁擠感 因為這個房間 沒有辦法再放衣帽架 所以我們也要買了 這種黏貼式的掛鉤 那早上起床的睡衣 就可以直接掛在這邊 原理拉與丈夫在結婚前 購買桃園市這間小宅 加陽台廁所 實際坪數15坪 主要看見小宅總價較低 房貸負擔的壓力不會太大 我們的廚具就是建商服的 我們沒有額外更改 我覺得蠻有趣 是它這邊有留調味料的拉欄區 這樣還蠻一目瞭然的 知名房仲作家陳太元 人生的第一間房 也是選擇購買小宅 當然是因為預算本來就有限 因為我當時就是設定總價最多 不可以超過1000萬元 那第二個我有考量到 就是未來房市的趨勢 因為我在一樣的預算 我可以買小套房 我也可以買無電梯的老舊公寓 但是我就想到說 現在建商蓋房子 無障礙空間有電梯 這個已經是最基本款的條件了 高房價時代 一般手購足或小資夫妻 只能先購買小坪數的房子居住 根據591實價登陸 今年上半年 小宅交易熱門行政區 有超過半數位於雙北 包含台北市中山區 新北市中和 三重板橋等 其中中和區成為全台最強成交熱區 非常成熟的一個商圈 男士腳站或景平站 所以在交通方便 其實是小宅熱賣的主要原因 因為畢竟非常多會去租小宅 或買小宅的人 都是屬於二三十歲的 這些年輕的上班族 根據統計 2022年單獨生活戶 全台有322.2萬人口 年增2.8% 六都中以新北市人數最多 達61.5萬人 其次是高雄42.9萬人 以及台北41.3萬人 單獨生活戶比例增加 加上房價居高不下 民眾對住宅房數 平數需求降低 小宅交易量主年攀高 在六都中 小宅佔比最大的就是台北市 從2011年的14.5% 增加到2022年的26.9% 11年來大增12.4個百分點 青年安心貸款有助於現在的 首購族群出來看房子 或者說有他們願意出來 了解現在的房市 其實我認為這個是對首購族群來說 是有一個信心的增加 小宅成為趨勢 但空間有限 裝潢格局規劃就是最大重點 床拉下時裡面的深櫃和層架 可以放被子等用品 平常收起來能擁有大客廳 放下投影部幕又變成電影院 富兒市設計兼具收納功能 小宅變大樹提升居住品質 窗邊有個兩柱 運用機靈空間多做一個衣櫃 空間可以透過設計放大 但房產專家提醒 購買小宅要小心建商的畫素 往往建商他為了希望可以銷售的時候 在畫素上他會口頭 會承諾你說你是首購 買這小套房沒有問題 貸款保證一定可以貸到八成 怎麼樣之類的 你已經簽約了 結果最後銀行告訴你 不好意思因為它是小套房 乘數只能貸七成 小宅的總價相較之下雖然低 但是不少銀行針對全狀坪數 未滿15坪的物件 放款態度比較保守 貸款陳述只有六到七成 甚至有些銀行的認定標準是 主建物和附屬建物合計 如果低於15坪不放貸 對於一千萬的房子 你少那一成的貸款 那可能就會少個一百或兩百萬 對 所以對於小自主來說 你頭期款就會增加 那等於它會壓縮到你後面 包括裝潢的費用 或你買家電的這些費用 同時如果買預售屋 也要注意建商所謂的一加一房 或是二加一房 家一房的空間是不是正常房型 買預售 通常都是紙上坦丁 你所看到的這個坪數或空間桿 可能跟你實際上使用的是有出入的 它極有可能只是儲藏室的空間 然後甚至你只放得下一張床 可是你可能沒有辦法有書桌 專家也建議購買小宅 要選擇格局方正 量住外漏的格局 避免佔用室內空間 另外可優先挑選捷運周邊 或是臨近臨新學區 未來的轉手性 以及出租率會比較高 接著要來看到 單身商機一年超過新台幣 五千億 相當龐大的金額 主要消費族群分為三類 第一種是二十歲到三十四歲的單身族 對流行產品的敏感度高 樂於嘗試新事物 而三五歲以上的族群 經濟獨立 捨得購買自己喜歡的物品 甚至也有已婚族是過著類單身的生活 而他們的消費特色就是 自主性高 懂得自我滿足 不少餐廳業者也掌握了這個龐大的商機 像是燒烤店 泰式餐廳 都推出了多樣化的個人套餐 甚至是搭配自助吧 吃到飽 滿足大食量的顧客 創造一個人也很自在的用餐環境 一個人吃飯已經不再孤單 其實很多時候一個人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要吃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請來了 一個人吃飯經驗很豐富的美心 走吧 我帶你們去一家 很適合一個人吃飯的餐廳 好 今天帶大家來吃的就是 超夢幻一人和牛大餐 看起來真的很豐富 對啊 它可以根據不同的預算 然後有不同等級的牛肉的部位 然後如果不吃牛的話 也有沒有牛肉的雞肉跟豬肉套餐 我們先挑一個 我也來烤個 其實這樣真的是很方便 因為我每次有時候出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有些朋友都不吃牛 然後他就 對 沒辦法 肉都會吃不完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配白飯應該 人間美味 你看它這個標牌上面其實還有寫 它其實上面有建議你 好特別喔 它不只是寫肉品 它還說 它的肉質是比較舒坦的 對啊 然後還說 必須要把它烤熟 所以不能三分熟也不能五分熟 要全熟 因為有時候店員告訴我 像是什麼燒烤的肉品 你要烤到幾分的時候 真的完全不知道 比較難掌握 記不住啦 攝影師來試吃看看這個 所謂的特上牛胸腹肉 到底怎麼樣 你來吃吃看 沾點檸檬汁 好 檸檬汁 你吃吃看 牛胸腹肉 超推 牛胸腹嗎 對 牛胸腹肉 特上牛胸腹肉 美國牛 來 怎麼樣 口感 你要形容一下 可能不太會講話 但是 真的滿好吃的 豬 嫩腿肉 好 好吧 美心推薦的 夾生菜一塊吃 我們來沾一點 蘋果燒肉醬好了 讚喔 他CP值更高的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自助吧 自助吧 你看他這個 你剛剛發現到的這個 對 我剛剛一進店裡 就發現了他的自助吧 真的超讚 你看 而且他還有這個 就是 蘸其烏龍麵 然後 最愛吃的 對 搭配溫泉丹 然後 還有你剛剛最愛的泡菜 他這些其實都是 自助吧就是完全讓你取用 然後讓你吃到飽 那個隔板的設計啊 他其實就是因應就是那種 一人吃燒烤嘛 一人吃燒肉 然後用這樣子的隔板 就不怕說 會隔壁桌的 會打擾到隔壁桌的 對 不用顧及傾向 其實有蠻多人會想要 就是嘗試體驗看看 這樣子單人座位的 而且我們單人座位 是有特別加寬設計 所以坐起來其實是很寬敞 然後也是很舒服 不會覺得說很狹隘 或者是很擁擠這樣子 來 小姐 我幫你上一下泰式烤雞腿肉 哇 看起來超級好吃 而且好大一盤喔 應該可以吃得很飽 看他這個雞腿肉 我感覺他應該用的是土雞肉 很紮實 但是又很嫩 你覺得這樣一人份 量怎麼樣 就女生來說 因為我好吃的 我個人 我覺得這樣應該可以 八分寶 好 那換我 我的是 紅咖哩 舒榨卵殼蟹 有沒有看得到 我覺得他的擺盤 光是擺盤就非常的精緻 有沒有 看起來就是有特別擺盤過啊 特別設計過的啊 真的很有美感 對啊 而且這聽說是他們店的招牌 他的蔬菜其實都是用清燙的 因為他的這整個料理 他可能味道 泰式的料理 都會走比較重的路線 他味道可能口感會比較濃郁一些 像是紅咖哩 搭配你看又是油炸的 所以他們在蔬菜上面 就是特別用清燙的 他其實就會讓你的味道 看起來是比較中和過 就是讓這個整個味道 會比較協調的那種口感 超級入味 而且是外酥內軟 他真的就是做 迷迷版的 因為通常啊 大家看到的那種月亮蝦餅啊 如果是泰式料理裡面 不就是一大片 然後切成一小塊一小塊 那種三角形的嗎 但他們就是為了這種一人份 就是讓一個人用餐的時候 可以好好地享用 好好吃的 他的皮好香喔 他們的泰式船麵 這個也是他們的招牌 對 非常的特別 那他們的湯頭呢 說是用大骨熬製而成 然後最後呢 還要加他的那個 豬血下去混製 對 要用新鮮的豬血喔 新鮮的豬血 沒錯 然後裡面呢 就是這個 所以它裡面沒有豬血 它只是有豬血的味道 因為是用豬血去熬的 對 那你知道它是什麼 它真的是 好像松阪豬喔 對 它就是松阪豬喔 有沒有 用料還要用松阪豬喔 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 都不會太鮮 我覺得其實也是要符合 台灣人的口味 對 因為我在泰國吃的那個 泰式料理就是覺得 比較重 可能剛吃前面幾口的時候 覺得超好吃 但是很容易就膩了 他們還有一個賣點 有一個特色是什麼 答案要揭曉了 來來來 鏡頭跟著我 來 看到這裡 這就是他們的泰式小菜 哇 吃到飽 它這都是泰式的涼拌小菜 然後像是這個就是 大寶片 然後旁邊啊 其實就是放這個碗 然後讓你 自取 對 就是看你要吃多少嘛 想吃多少就拿多少 沒錯 你就自己夾嘛 其實還有一些菜 如果沒有呈現出來 很可惜 那如果你是 你把它放在盤子旁邊 那個主盤其實沒有很好 其實我覺得會變不好看 所以如果你放在公共區域 可以大家去夾他自己想要的 那大家移動去拿 整個餐廳又更熱鬧了嘛 歡迎回來 接下來是熱門Top 5的單元 集結了本週討論度高的新聞話題 第五名特斯拉電動皮卡 最近完成了一次暴力測試 馬斯克說 將衝鋒彈夾內的所有子彈 全部打光之後 沒有一顆子彈穿透車門 但其實在二零一九年 這款皮卡亮相的時候 就已經完成過一次暴力的測試了 專家分析 馬斯克可能是要藉由尾巴戰爭 強調車子的防彈功能 再吵一波話題 子彈連發沒有一顆打進車窗裡 駕駛毫髮無傷 開離現場 還有人直擊到車身 有四十個以上彈孔宛如蜂窩 但車子依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 這台銀色外觀電動皮卡 就是特斯拉話題十足的Cybertruck 最近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又在社群網站上聲稱 Cybertruck完成暴力測試 湯姆森衝鋒槍彈夾中的子彈打光後 沒有一顆子彈穿透車門 根據瞭解 湯姆森衝鋒彈夾有五十發一百發可選 其中一百發能在七秒內打完 不過這台車早在二零一九年首次登場時 就已經公開完成一次暴力測試 為何馬斯克在這時候 又在強調防彈功能 外界猜測跟這件事脫不了關係 外媒報導一八戰爭 有一名以色列男子 靠著特斯拉成功脫離 哈馬斯武裝分子掃射 當時馬斯克得知後 也在社群網站 恭喜他平安脫困 馬斯克再次發揮炒話題功力 對手B&W可是來真的 車體結構首次使用坦克缸 號稱連手榴彈都炸不爛 B&W最新推出的防彈車 要價七百萬左右 預計年底交車 但只在歐洲銷售 課程目標金字塔頂端 一八戰爭下 以往不受大眾關注的防彈車 成了話題 繼續有關的地方 上次採訪報導 第四名跟名人的身體健康有關 七十六歲的國寶級導演侯孝賢 傳出罹患失智症 他的家人發出聲明 證實侯孝賢罹患的是阿茲海莫症 起初工作都正常進行 直到確診新冠肺炎後 連帶影響病情才暫停工作 完全地回歸家庭生活 而原本正在籌備的芯片 由張震與舒淇主演的 舒蘭和尚 確定無法繼續執行 而阿茲海莫症也是失智症的一種類型 在臺灣八十歲以上的長者 每五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是失智的 醫師提醒 初期的症狀 記性不好 甚至情緒暴躁 雖然沒辦法根治 但及早發現可以避免惡化 同學蛋糕開心慶生 導演侯孝賢 去年四月出席金馬奇幻影展 電影首映會 這是侯島最後一次公開亮相 沒想到現在家屬證實 他罹患阿茲海莫症 已經無法繼續創作 阿茲海莫症 這個畢竟還是年長者來說 腦退化的第一名的疾病 那這一類型的話 其實他的治療法 目前還是靠藥物 去穩定他的症狀 前期的話 我們盡量是以 維持他的生活功能為目標 中後期有時候就是 要處理一些精神症狀 根據臺灣失智症協會統計 八十歲以上 每五人就有一人失智 而失智症又細分很多類型 其中退化型的阿茲海莫症 最常見 有些患者可能會 在語言表現出現徵兆 常用的詞彙卻想不起來 像是英文老師 卻不知道B-O-O-K 是什麼意思 另外有些患者 會在空間感迷失 迷路或是忘記車子停在哪 都是常見症狀 有些患者甚至在情緒上 會明顯暴躁 一般來說 我們的失智 早期的通常 民眾可能會發現說 記憶力可能變得比較差 那講過的話 也說容易重複 那東西容易找不到 放在哪裡 也說有時候 購物會重複購買 以現行醫療技術來說 沒有徹底治療 阿茲海莫症的方法 只能及早發現 及早用藥延緩惡化 醫師建議趁青年中年時期 多學習新知識 讓大腦保持活躍 甚至多運動 多社交 都能幫助未來 邁入老年的自己 避免阿茲海莫症產生 謝謝我們 曹尼沈明陽 採訪報導 下週二就是萬聖節了 搶攻萬聖商機 現在有觀光列車 將車身騎上迪士尼的反派角色 還把萬聖市集搬到列車上 每個攤位都有不同的主題 除了能喝到女巫特調飲料 吃到造型餅乾 還能免費做指甲彩繪 而看準鐵道觀光商機 台鐵出租觀光列車 讓旅行社業者經營 靠副業賺錢 年收入尚坎四夷 本週奪下熱門TAPI冠軍的新聞 跟旅遊有關 根據觀光署統計 今年上半年 台灣民眾到日本旅遊 將近180萬人 而近期打算跟團 到日本賞風的民眾 要注意了 因為解封之後 遊客暴增 日本遊覽車缺車又缺工 因此已經有將近五十團的 台灣團客臨時被放鴿子 或是原本大車被迫換成小車 風業轉紅絕美景色堪稱下半年 最大旅遊旺季 但以後遊客爆量 日本風業季才剛開跑 就出現問題 遊客爆增加上遊覽車缺車又缺工 最近要去日本要當心 因為近期有近五十團 台灣團客反映 不只零食被放鴿子 有的團甚至得拆成兩臺小巴 或甚至得搭計程車才能走行程 旅行社為了搶車 甚至得加價三到五倍 可能本來五天的車資大概五六十萬 現在可能要到一百多萬 日本他們本身運輸局有一個規定 就是他不能跨區行駛運運 比如說關東的車不能到關西 九州雖然有車這陣子 可是也不能到東北來資源 有旅行車透露 日本賞風團缺車問題 從十月就開始出現 原本一臺遊覽車 臨時被放鴿子 緊急找兩臺九人做支援 但車資是原本的三倍 過去二零一四年 日本也曾大缺車 當時至少十團 形成差點開天窗 甚至導致後續赴日團費 至少漲兩到三千元 業者提醒若碰到因為遊覽車問題行程沒走完整 可以向旅行社申請賠償 旅行工會也積極向日方協調 放寬跨區載客限制 因為擔心若中國團客出籠 學車情況只會更加惡化 近期五輪信息會陳倉島 謝謝您的收看 我是王樂芳 請持續鎖定生活進行式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見 這邊 離合 ino 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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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